立志涵本来想说不想,但是看着小团子眼里边那颗摇摇欲坠的金豆豆,终究还是没有开口,只是厌恶地瞥了他一眼,同时心里边想着。 还是小子上心啊,姑娘太娇了,动不动就哭鼻子。 这样想着,立志涵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块黑色的玉牌,随意地抛到了立志涵的怀里。 立志涵看着怀里边多出来的黑色玉牌,诧异地扫了便宜叠一眼,他这是靠着可怜卖萌,获得大佬随机掉落的奖上一块? 以后走丢了,拿着这块牌子,找到斯汀哥名下的铺子,别在外面丢人现眼。 想见我就到冷月轩,别像坐贼一样畏畏缩缩地偷看。 谢谢爹爹,爹爹真好。 爹爹,甜甜认识这三个字,思雨门。 立志涵脆声声地指着玉牌,指鹿为马。 三岁半的小屁孩,怎么可能认识停这么难的字呢? 小傻瓜,这叫斯汀哥,你大哥两岁的时候就认识了。 哇,爹爹真厉害。 立志涵挑眉,立志涵挑了挑眉,自己夸他大哥,他怎么反倒夸起自己了? 因为爹爹教得好,所以大哥哥才会这么厉害。 要是甜甜有这么厉害的爹爹教,甜甜也能认识很多字。 你倒是个小马屁精。 爹爹,这个牌牌很厉害吗? 还行吧,不过你要是敢弄碎了,我就把你剁碎了,丢到虎山喂老虎。 爹爹放心,甜甜会好好保管的。 说完之后,他就小心翼翼地把玉盘收进了怀里。